我原來是1到這邊有沒有 總共是1到8 可是問題來了 那因為我的編號並不是1到8 我的位置如果是百家姓的話 他一個字一個字是1到8 OK 但是問題 我現在的位置不是1到8 而是什麼 先抓到1 再抓到4 有沒有人之初性本善 再來就7 再來就10 一時類推 那也就是說請各位注意一下 第一件事請你把 上面的編號本來是1到8 改為 1到22 那特別注意 請你後面的部分 不用全部打了 你就打1 再打一個4 再打1跟4之間相差多少 相差3對不對 你就把這兩個選起來 再向右填滿 他就自動會幫你把那個等差的 級數 自動幫你填 因為這兩個相差3 他會自動幫你把兩個相差 相差多少 自動後面都會補 相差多少 所以你這樣一做完之後 第一件事就完成了 OK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要修改哪些地方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在插入函數的時候 其實頭跟尾一定都不會變 頭跟尾 就是說 這個來源 一定也是 A1 因為我的 要從 這個文章裡面 去抓哪個位置的字 那一定是三個字 最重要是中間這個地方 好 那中間怎麼做出來 其實我再把他delete掉 重來一次 其實非常簡單 這個地方的話 跟剛剛的觀念幾乎是一樣 第一個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決定編號 加上什麼 這個位置是決定上的倍數 那我們總共 每一次 是有 八個字 跟這講 八個欄位 那每個欄位裡面的話 所以 八個欄位裡面的話 總共會有 一個欄位會有三個字 所以八個欄位會有24個字 所以 所以 減掉 一定要先把這個數字先減掉 再把它刮回一下 那前面我們 是 加上它的倍數是八啦 不過因為我們這邊總共24個字 我主要是要抓到字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後面就請你把它乘上24 才是正確的 因為 每一列 24個字 換下一列 還是換下 下個24個字 好 那這個地方做對之後的話 接下來請你把那個列的部分鎖起來 九列 A欄 鎖起來 答案就完成了 這個地方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如果把它向右 再向下 答案就出來 他就會怎麼樣 幫我把 每三個字 放一個 每三個字 放一個 直到 在東北 放到最後面 就完成了 OK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是一個 三字經的一個 練習 那當然呢 其他的部分的話 請各位字型再變化一下 當然你可以把這個地方 去網路上找找看 像什麼 簽字文 簽字文是每四個字 好 唯一一個單位 那如果說我今天一樣的方法 你把簽字文的部分 甚至如果說你野心大一點的話 你把簽字文全部好了 不過你恐怕要 預留的這個格子要大一點點 你可能要大一點的格子 然後在下面把所有簽字文的東西 通通 放過來 或者當然你也不一定要放在這上面啦 你如果覺得放這上面太 感覺怪 就這個不好看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區塊的東西 擺在旁邊一點 只要將來選到就可以了 選到就可以了 好那這裡的話我想 各位試一下 另外呢 最後這個 可能這公式 有一些同學可能 沒辦法一下馬上記起來 不過沒關係啦 請你在到雲端白板上面 我在第二階段裡面 會有放一個雲端白板 記得是這個第二階段範例裡面 你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這邊會有叫雲端白板的東西 記得右上角有個彈出視窗 彈出視窗之後 你再往下捲動 我們剛剛做的畫面的東西 通通都在這裡 那答案的話 基本上就往下捲動 應該就這一個 這個東西 好吧 畫面呢先換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什麼東西 加號的話 指的就是說 因為你一列之後的話 這一列過 後面就是你要再加 24的倍數 對 對 你會下一列 下一列就多24嘛 有沒有 多242424 所以那個加是加24的幾倍的意思 好 是 好 好 早說